在这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里,每一株多肉植物都有它们的语言,虽然它们不会说话,但它们的每一个姿态都在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故事。 休眠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替,它是多肉植物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反应。 当生长点和新叶颜色变得与老叶相似,全株叶子颜色整体变暗,我们知道它们正在进入一个温柔的休眠期。 浮盆是多肉植物适应新环境的过程,在这个过渡期,它们的生长暂停,叶子变软,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 黑斧是多肉植物的一大威胁,通过观察叶片的化水和褪色,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并阻止这一病症的发展。 当多肉植物真正缺水时,它们的叶子会变软,起皱,这是它们在无声地向我们请求请给我水。 根系的膨胀和新根的探出,是多肉植物健康生长的标志。 它们的根系是它们生命力的源泉。 叶片的紧致和弹性,是它们健康状态的直观表现。 当叶片饱满坚硬,它们实在自豪地展示它们的活力。 多肉植物的颜色变化,是它们对光照反应的直接反应。 深色或浅色,都是它们在与光照对话。 当多肉植物准备开花时,它们的生长点活跃,新叶迅速形成。 花蕾出路端倪,预告着即将到来的花旗盛宴。 夜间的方向,是它们在寻找光源的指南针。 向上或向外的夜间,是它们在积极追求阳光的姿态。 在这片绿色的世界里,我们与多肉植物一同经历时光的流转, 一同感受生命的奇迹。 它们不仅是我们的植物,更是我们的朋友,我们的家人。 一起倾听大自然的秘密语言,一起书写生命的绿色篇章。